我又来吃这个冰激凌了 一万块钱 就这家店 看一下 就在雷吉斯坦广场的 应该是左手面 往这边走 对面 这冰激凌才一万块钱 好好吃 分量特别足 还带巧克力豆 先吃点冰激凌 再跟大家聊个事 这是雷吉斯坦广场旁边的小广场 这边有一个雕像 乌兹贝克斯坦人 真相与他合影 这是乌兹贝克斯坦第一任总统 独立以后 伊斯兰卡里莫夫 这老冬筒啊 2016年去世了 看一下西洋吧 到雷吉斯坦广场那坐一会 哎呀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啊 真的 我就是处于一个 想省钱呢 最后呢 花的更多 哎呀 真的是 想正规的搞 哎 不可能 我这天天都能来看雷吉斯坦广场啊 我要住这福气 哎呀 我都住的够够的了 真的够够的 我还是走路来青旅这边 写他们说把肉已经炖上了 今天晚上 土豆西红丝炖牛肉啊 而且我 在这边 我们这挂的东西多 锅筷子 眼镜 腰包 挺当当的 哎呦 这个都是黄标牛肉 你看 真的是黄标 是吧 哎呀 住青旅的好处啊 真的就是 可以认识很多 旅行的小伙伴们 一块做个饭 哇 这锅真的好香 对呀 你确定不用放点酱油吗 不用 不用啊 好好好 只能下面好吃 炒菜可以 我们留了一锅汤 准备明天煮面吃 我一定要在那里给自己拍 对对 下意心大就是女孩拍照的打卡的点 所以我还专门带了很漂亮的衣服 我一定要拍 不拍我会觉得很遗憾 那明天早上你过去就行了 好的 主要是我 我这个里边进去过一次 所以说我就不想再进去了 好 我这 加上我们这个我们男孩穿着一身站到哪儿 这个随便咔嚓一张都没什么感觉 不用不用 不是不是说是放不放醋的问题 是压根就没醋好吗 不用争论这个问题啊 不特地 不特地 那就开始盛了啊 哇 这都是红标牛肉啊 这个带筋的 他们这边啊就吃纯牛肉贵 这种就是筋筋调调的 带点什么骨头的 他们就不太乐意 我就用我的这个几个碗盛 对再囊 我这个太爽了 这个 祝清旅啊 就这点好 可以做饭 那我就先把这个端过去啊 哎呀 有了点啊 眼神听到被碰到吧 对 不会不会 我还专门在这边 拼了两个桌子 哎呀 就在这儿 哇 感觉 哈哈哈哈 这是雷姐啊 雷姐 上海人 上海人 我们在这个亲旅认识的 现在吃饭都是 相机先吃 对 朋友圈先吃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我我做的饭 哈哈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来来来姐给你 对 哈哈 我说用我这个碗呢 这两个姐姐还嫌弃我这个碗 长得丑 哈哈哈哈 嗯好脱 嗯 嗯 好了 我先我先尝一下泥草的这个土豆丝 谁切的谁切的 有烟 可以啊 你老公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嗯 很棒 可以 嗯好吃的 我我先来一块这个 带点肥的这个肉 天天做饭 嗯 真好 对 那你要离开了的话 那你们家人吃饭都 都愁啊 厨师走了 嗯 然后我妈做饭 我爸就不太爱吃 做的不好吃嘛 这个牛肉真的好好吃 嗯 嗯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 筋筋料料的啊 对对对 是的是的 那纯纯肉的谁吃啊 纯肉的我爸不喜欢吃 嗯 我昨天啊就是入住嘛 哎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声音很熟 我说 你看 姐也过来了 哈哈哈 我们就在西瓦一块组队旅行的嘛 你看看见 嗯 哎 你们这个肉炖了多久 嗯 三四个小时吧 三点过六点三个多小时 哇 这个已经脱骨了 嗯 味道非常好 对 确实是 啥都不用放 就放点盐 对 沾点这个汤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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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 这么高兴的时刻啊 吃这么好的饭啊 宣布一个喜事啊 嗯 大概率有明后天 应该能拿得到塔吉克的签证 嗯 因为我又发挥了一下超能力 哈哈哈 又发挥了超能力 六百是明币 哈哈哈 应该可以啊 嗯 问题不大 这年头啊 没办法啊 这年头真的是 人家说的是 你在每一次遇见 对 不是 明白无故 对 明明之中其实是有 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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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天自由安排 对 我真的一直一直在纠结 一直没办天真 怎么弄是吧 我就害怕一路走那个 然后再去讨价还家 我就不会这个东西啊 嗯 没事没事如果说有机会啊 就是应该我们两个同事下签的话 要不 那一块走 嗯 它这个其实肥肉很香啊 嗯 就是我们不太行 那你们不行 嗯 你吃一下 我就我把那个肥肉几乎都咬出来了 嗯 我吃肥的 嗯 吃的有点腻了 喝点茶 还有一个姐姐呢是喝茶睡不着觉 那就我们两个喝 好 谢谢 哎呀 刮刮油 呵呵呵 真的 你这 有点油腻 那个我肥肉吃多了 哦 来来来 哎呀真是你很荣幸啊姐 啊 啊 这个喝点茶舒服多了 好了 我们喝了会儿茶 来跟雷姐聊会儿天啊 问一下雷姐她的旅程 我的旅程啊 我 我要 就是先去了哈萨克斯坦嘛 就是三个斯坦国嘛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然后塔吉克斯坦 然后再从喀什回到中国 然后 这一趟你就是想的是走一下中亚是吧 对 这就走中亚嘛 一个神秘的中亚来探索一下 而且还亲自拍Vlog 我比较喜欢拍视频啊拍照片啊 有机会反正我们两个就一块去塔吉克斯坦 好的好的 谢谢很荣幸 所以也申请了塔吉斯坦的签证 好的好的 很荣幸能够遇到你 老关呢 现在是在这个塔吉克斯坦嘛 准备坐飞机去阿斯塔纳 凌晨飞啊 就在这儿 也是吃抓饭 放了一下午 我们在这吃饭 小羊呢 是前两天爬山去了 哎呀 山上爽啊 然后堂堂呢 是在塔吉克斯坦找了一个酒店 这酒店还蛮好的hotel 奥斯比克斯坦 哇塞 300多块钱一晚上 他体验一晚上 明天也就回国了 我们三个人吃了饭 出来溜溜溜溜弯啊 你看看 我这挂了多少东西 我这个鞋子还放在客栈呢 今天晚上再过来取 就这样子 他丢了双袜子 这袜子都哪去了 我也没搞懂 这边晚上也开门嘛 晚上肯定买门票 也可以进去看的 只不过就没什么人啊 感觉 要买两次吗 白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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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那估计难买 反正就是 你看他这个穹顶啊 就是我见过的 应该是目前为止 我看见的最漂亮的穹顶了 就是超级漂亮 哇那真的是一抬头 我这先把你惊艳到 就是那种无与伦比 就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与伦比 前两天我还去了 铁木尔的家乡啊 沙赫里萨布兹 现在又回到了铁木尔的林木